来 拜登的起手是在G7讲了 接下来美国回来了 要跟所有的没有一块合作 尤其跟欧洲的这些朋友 要有更多的紧密的联系 我们就相对来看一下 那WTO接下来能够回到过往 它的角色跟功能吗 悬挡了半年多的时间 WTO的新任秘书长在这个礼拜出炉了 奈及利亚的前财长伊维拉出现 泰式史上第一位 来自于非洲出身的女性领导人 而且很难得的是 中美在这个人世上面 是都赞同的 虽然说川普之前 是比较支持另外一位 南韩的女性候选人 但这一次 玉米西 对 拜登当家之后 对于这个伊维拉也是OK的 非洲的成员国 再次拿下了一个国际组织 这重要职位 这背后的意义 大使帮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 当时我认为川普 为什么反对伊维拉 其实他就是要瘫痪WTO 他让你也没有投 然后你的这个 你这个所谓上述法院也瘫痪 他就是让你WTO不能功能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做双边 对 他本来就是要毁掉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际组织嘛 所以这个伊维拉事实上 你去看他的背景 他虽然是乃及利亚人 他是哈佛大学的 然后是MIT的经济学博士 学的是发展方面 然后他随后在美国长期工作 在这个世界银行 而且他有美国国籍 所以事实上本来美国 我是觉得为什么要反对他 他事实上他先生大概家人 都在美国 那他后来因为受到 乃及亚政府的这个招聘 回乃及亚做了 做过短暂的外交部长 也做了这个财政部长 这一次乃及利亚 他这个总统提名他 其实他本来他这个身份的话 其实是很多都可以接受的 那我认为川普反对他 主要我认为可能就是要把这个 WTO瘫痪住 不过任何政府兼国际组织 其实不管你秘书长也好 你的这个干事长也好 这个其实都是所谓的秘书处的头 他不是真正的主人 真正的主人是会员国 对 这些其实都是会员国的 聘的这些工作人员 所以他是要听这些会员国的 致命行事的 所以第一我不能够高估一个秘书长 他就有多大的能耐 就可以改变局势 像原来的这个巴西级的秘书长 他非常能干 我在WTO服务过 我光听他演讲 我说这个不是出的人才 那个学士那个能力真的是大家就是说 众望所归就让他做秘书长 可是你看当时Doha Round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他用那么强势的手段 最后还是交不出成绩 交不出任何的 因为所谓的这个国际组 政府兼国际组织是会员取向的 不是秘书长取向的 这不是一般公司 就让这总经理去做很多决定 没有的 大方针是首要会员国大家决定 还有WTO还有一个难处 就是说WTO是几乎全部都是共事决 什么事情都共事决 所以美国并不是说他今天大 他不让这个所谓的 这个上诉法庭的法官通过 只要一个国家反对 这个任命案就不会获得通过 我们看到川普时代 美国在WTO试了很多次 所以事实上今天这个Ivella出来 我觉得他第一次讲话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他有点外行 他就是说他现在要点是 去管这个疫苗的事情 WTO疫苗的事情 另外他又谈到所谓智慧财产权 现在应该把这些要疫苗的生产 放到各个国家 把他这个生产的formula 让各个国家去生产 这个有点点就觉得我认为他做不到 因为这个疫苗是各个国家 这个药厂的利益 如果说能够WTO就能解决 你今天大家这些大药厂 把你的生产就放到第三世界国家 各个地方各地去生产 大量生产的话 那这个WTO很多都... WTO不是有对那个公共用药的一个条款吗 可是很严谨啊 很严谨啊 所以今天 今天不是说你今天我做一个疫苗 我做这个呼吁这件事情就...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WHO都做不到 然后这个东西WTO在智慧财产权上 并没有这么大的权限 我们就还有一个组织叫WIPO 就是世界财产群保护组织啊 所以今天这些用药部分 我觉得它就有一点点照进 那么其实WTO回过头来 它要面临的所谓的WTO将来怎么改造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它可以去调和顶耐 因为它的身份可以去说服第三世界的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的话 它会比较有说服力 因为现在事实上WTO 人家说功能受到影响 主要是因为所谓的这个Singapore agenda 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劳动标准 环境保护 还有一些所谓社会议程 它要把它加进来 还有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都要加进来 那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不想保守 都不希望新的东西加进来 那我认为长期来对WTO来发展的话 其实应该要适度 把所有会员国的关切 今天不是因为你经济比较发达 你提出这些议题以后 我就一定把你推出去 我觉得不管你今天是属于经济发达国家 还是开发中国家 大家有议题都可以拿进来讨论 对WTO会比较好处 要不然的话我认为WTO还会继续瘫痪下去 因为像美国川普就认为他所得的 他所要的东西WTO通通不给他 是刚刚大使讲没错 因为WTO是一个索尔会员国的一个共识局 所以一个秘书长的位置 他并不是一个中央集体领导 他说的可以决定一二三四 他没有 但是就中美对于这样一个人选 大陆讲的是众望所归 美国讲的是乐观其成 在拜登当家之后 在过去川普要退出这个 或者是弱化WTO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 是明显的做了一个转变嘛 所以我想请问张大哥你来看 那接下来对于中美之间的 之前的贸易战打了一轮了嘛 那现在拜登至少让WTO 能够恢复正常的一个运作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看接下来中美在贸易上面的进和 WTO能够发挥更多的角色吗 其实从这个任士汉 我觉得这个拜登显露出一个 美国经常讲的谚语 就是说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逆势操作 要靠政治的意志 但是顺势而为可以显露出政治的智慧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拜登对这个事情的处理 显露出来他是视食物者为进阶 而且也没有说放的河水不洗船 但诚如大使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这个Singaporeans的agenda 这个其实是显露出来 这个经济发达国家 保汉不支恶汉机 你提出的这些东西 确实是人家的社会发展条件之中 他没有办法达到 但是我们回头又来看 这Evella他是专门管经济发展的这个专长 所以他会有这个之间的权衡 但诚如刚才我呼应大使所讲的 所有在国际组织之中 他有强调一个官僚体制的中立性 Bureaucratic Neutrality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他是一个议程的去把它梳理 然后爬梳顺理这个议程 让这个议事能够能够进行 但是他的主导性呢 最后的组织还是各会员国 那各会员国而言呢 在WTO这种讲究共识觉得 往往这个捣乱者让你尘世不足 败事有余 一个小国就能瘫痪 所以大家其实我们回头来看 在川普当家的时候 大家都想川普在那边搅局 希望瘫痪WTO 但是你真正回头去看 WTO之中即使这个很多小国 他也瘫痪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这些贸易的规则 即使没办法运作如常 贸易还是在做 我们其实今天从太阳化事件来思考 两岸之间的这个就是服贸被瘫痪了 可是我们这两年跨岸的服贸的 这个额度只是越来越增长 只是政府倒了煤 没办法去收税 所以我就讲说这个 真正的贸易的运行跟贸易规则 不能被梳理 其实有时候两个 只要有利可图 贸易还是生意还是会做的嘛 有利可图贸易照做 我呼应一下GITALS的两个现实 第一个就是你看WHO嘛 他说要透过COVID 今年要拿到20亿剂的疫苗 结果第一波公布才3.37亿 对不对 那要分到6月 你认为他今年能拿到21剂吗 不可能嘛 而且法国刚提出一个提案 说希望有钱的国家 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拿到疫苗 对不对 结果拜登说我们美国人打完再说 所以不容易啊 其实你在做疫苗分配当中 你当然可以讲得很好听 要帮助频道的国家等等 但是你看美国这些做法 这有人说这个疫苗 看到的就是民族国家主义 在疫苗当中 疫苗生产没有那么快 美国市场只达了2700万 美国打完拜登的估计是7月 对美国疫苗没有那么多量 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 要恢复真正的经济生活 跟社会活动的正轨 每个国家假如都是独善其身 而不知道奸善天下 我们永远恢复不了正常 所以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权衡 这就是回到我刚刚讲 疫苗政治经济学 中国大陆虽然希望 去援助第三世界 但是他也要摆平国内的民众 对不对 你有钱去支援别人 你没钱来解决这个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疫苗 去经过这个就是 WHO的COVAX的系统去拿疫苗 我们必须要体认到一个事实 我们在台湾疫情相对比较轻微 所以人家优先供给 供给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 我们要有这个体量 我们要有这个大国的格局 对不对 你不要说好像我们又被打压 又是这个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这个有20万剂 不容易啊 对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疫情确实是比较稳定的 不要说不要光说台湾 你刚刚那个不太提到 疫苗的政治经济学 但是疫苗当中我们看到的 实际状况是 郭伟委员讲的啊 美国自己必须讲 我们先打完以后 对啊 才有第二轮嘛 那就七月了 美国讲的就是 疫苗民族国家学啊 是啊 是不是呢 这人性实验室嘛 是啊 英国也一样啊 英国流行运 不过欧盟就超级 是啊 所以我说这个话可以讲的很漂亮 要帮助透过多少的基金 然后去帮助朋友的国家 但是到了分配的时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